我們主要是用99%的概念來做信號的輸出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 Python 特有的一個語言特性 它有一個方法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假如說怎麼樣 如果我現在上面先註解掉 如果我今天底下print 比如說我print 什麼呢 print 幾顆心的話 其實你可以前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 哪一個文字一個字串 後面的話你可以用什麼 乘上 乘的話有點像repeat的意思 repeat的幾次 比如說我要重複13次的話 你可以在後面 不過這個概念 剛開始我還是沒辦法揭露 一個字串為什麼要用 字串怎麼拿它來乘 而且還乘13 這個乘13意思說 輸出13次的意思 我剛開始 傻眼這可以嗎 師傅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意思是說 我把這個文字repeat 重複幾次的意思 ok 這還蠻特別的 ok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懂這個方法的話 先如果乘以1的話 那就是輸出一顆心 有沒有 如果乘以2的話 那輸出兩顆心 所以如果今天你會用這個方法的話 你就不需要用上面的方法 那就簡單多了 怎麼改呢 基本上第一個 改的方法 我先 其實道理也差不多了 就是1一樣 其實只要i就好了 追的話基本上不用了 所以 我們一樣就是 我先正向好了 從第1個到第14 後面的話就不用 其實理論上 逗點 就有逗點1 可是逗點1這個東西 其實 預設就是逗點1了 那不用沒關係 這樣看起來比較精簡 後面的話就print了什麼 print了幾次這個心號 然後乘上i就好了 有沒有 乘上i i如果1的話 那就輸出一個心 然後剛好換行 那兩顆心 乘是寫完了 太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有這個方法 太棒了 但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就寫剛剛的方法 也是可以 只是說 當然如果有更簡單的方法 有更短的路徑 你當然不會去走那個遙遠路 比如從這邊走到捷運站 其實可以直接穿過中山堂 應該知道了 直接穿過中山堂 因為我還算過最短路徑 因為每天都在做研究 像出國旅行的時候 我常常就在做功課 從這邊到 怎麼樣走是最 不然的話 有時候要走都走好久 不過很久沒出國了 因為沒辦法出國 有個好處 最近我老婆說 你最近好像存了不少錢 因為出國太花錢 出國是最花錢的 趁這個時候 多修身養性一下 執行一下 OK了 就這麼短兩行 所以有這個方法 太好了 不過前提是你要知道 原來智串這個用成的 那智串可不可以除 沒辦法 只有成而已 OK 其他還有什麼怪招 當然如果有 特別的 你也可以想想看 13剛到0 對不對 那豆點 這別注意 這個一定要是-1 這樣的話執行 就OK了 有沒有 那再來的話 如果我要變化 變化什麼呢 我希望再加一個變化題 什麼變化題 就是輸出的時候 請你在前面幫我加上空白 有沒有發現 這個空白 剛好讓它維持是一個 正三角 垂直三角形 有沒有 然後前面剛好 它跟這個信號的規則是 這邊是1到13 這邊的空白 剛好是12到0 有沒有 12到0 剛剛好 也就是你要在那個什麼 前面補上空白 前面補上空白 那我該怎麼做 也就是說 你在當第一次輸出的時候 你要輸出的是12個空白 然後再加上一顆心 再來就是11個空白加2顆心 加起來的總數一定是13 所以這地方要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如果我今天 第一個就是用信號輸出 做比較簡單的這個步 第二個的話 如果在三角形前面加上空白 空白加信號的總數 一定就是13 那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試一рав 試一下 有 有 有